各位评委老师好,我是吴敬毅,来自静明国明星华文小学巴尼,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《多多的梦》,妈妈告诉我不能去游乐场玩耍,爸爸告诉我不能去时刻吃饭,老师告诉我不能去学校上学。 不用上学,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,我觉得是太开心了,可是现在我觉得待在家里好无聊呀,我好想去游乐场玩耍,去时刻吃腹肌下面和朋友们一起上学。 多多想着想着,多多睡着了,在墓里,多多终于可以去上学了。 咦,好奇怪,就每一个人也没有,帮主教师传来了,动,动,动。 在脚步上吓得多,躲进椅子下面,一动了不敢动。 进来的芝若是一群大怪兽。 叮,上课了。 芝苏老师说,作为新型冠状病毒,我们还要感染更多人类。 原来,芝苏老师在梦里,来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世界。 现在和他一动了不敢动。 我们还要如何感染更多的人类。 我知道,靠是飞沫,所以我们要攻击那些不戴口罩的人类。 我知道,靠接触,所以我们要攻击那些不洗手,不消毒的人类。 同学们都太棒了,我们现在就去攻击更多的人类吧,出发。 你们休想,让我来消灭你们吧。 这时,教室别会说话的消毒液,淹没了。 多多升级,也变得好大好大。 多多,多多,起床了。 多多在梦中醒来,我想,我也应该做点什么。 我要待在家里不出门,必须出门的时候,我一定打好护照。 保持移民安全距离。 只要我们穿街移植,马来西亚就会彻底的消灭病毒。 多多想到这里,开心到笑了。 谢谢,我的故事讲完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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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见。 之后,我们下期见。 谢谢大家